好 好 網友正義哥從嘉義北上雲林 關心虐童案件 就算深夜也親自到現場 開直播了解虐童真相 直播畫面吸引上千名網友觀看 還遭警方嗆聲可能涉及犯罪 這名嘉義正義哥 平常除了關心社會案件 生活中也曾求助中天新聞 幫忙發聲 小姐拜託一下 你再這樣幫我看一下 2萬多塊是怎麼回事 去年8月住家電費 一起狂飆到2萬多 透過中天新聞報導 讓台電人員積極找出問題 讓正義哥感謝中天新聞 讓電費飆漲的問題 在短時間內找出答案 因為當天是好像假日 人家馬上關 如果今天沒有中天新聞 電視台的協助 我沒辦法這麼快就解決了 這樣實在乎 邦基曾發聲 中天新聞不遺餘力 也讓正義哥力挺中天 反觀台 新聞本來就是要幫助一些民眾 有問題嘛 有瑕疵有問題 民眾有疑慮的 有證據的 就是要幫忙解決嘛 少了中天新聞 民眾新生和疑慮就無法被解決 更擔心新聞媒體未來成了一言堂 讓不同的聲音被消了音 最後顧問 嘉義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中天電視YouTube